众所周知,近日网红都美族各种爆料和习文,在网络掀起巨大舆论,而这期间吴亦凡多次登上微博热搜。 不过,除了前两天发了一条无关痛痒的否认声明外,吴亦凡本人也是一直没有太多消息。 虽然吴亦凡这边不承认,但是,国内国外的合作品牌一个一个离他而去,想必吴亦凡也是心痛不已。 由此,也开启了内于长达十年的流量为王的局面。 可以说,吴亦凡的顶流之路是极其顺畅的,不过如今却让人唏嘘。 不过说到吴亦凡,就不得不提张艺兴,同为EXO团体的成员,这个团体可以说是万千少女的美梦。 这些年来,吴亦凡和张艺兴两人在演绎,音乐等方面都各有成就,热度自然也不在话下,不过最近由于种种的言论, 平平的是非,大家也是想知道,吴亦凡和张艺兴的差距到底在哪。 曾经,黄磊出席某节目,在采访时,有记者问其,对于顶流吴亦凡和张艺兴你怎么看? 对此,黄磊的评价也是很直接,事实证明,一人拼到最后,拼的都是真本事,想要走得更远,离不开自律,还有清醒的自我认识。 不得不说黄磊的一番话,也是预测了两人的差距。 当然,不管是吴亦凡还是斗美竹,后续发展如何,吃瓜群众都很难预料,不论怎样,在他们的事情没有最终结果之前,还是希望大家理性看待。 小伙伴,对此你怎么看?